当你胖了 你长了40斤 你就算给捡回来 他的记忆力在最高点在哪 他永远像最高点蹦 就是弹性金属一样了 对 他有记忆力 我现在最高的时候 最好的时候 捡了10公斤 就捡了20斤 您是什么招 我什么 饿着 没招 就我说过 这不叫招 不不不 什么招 就这招管用 什么运动 比如说游泳去 你游以挥 你饿死 哇 那个饿死人呢 你知道吗 那要死人 你不让人吃 不可能的 所以呢 你什么走路啊 干什么 这都没用 就一定少吃 少吃 我当时的 就唯一的一个招 可以介绍给大家 这是我 马家秘诀 我捡了10公斤呢 就是我准备了一瓶咸菜 晚上啊 饿得两眼 冒金星的时候 现在关键是 家里老有吃的 各种乱七八糟 都能吃 不吃 吃两块咸菜 完事 它有一点味道进去呢 就觉得 那您还得防高血压 高血压 我现在那时候 我那个咸菜 不是太咸嘛 但是它就能够 让你那个饥饿感 能够过去 其实饥饿感 持续的时间 不是太长 一般就20分钟 对 我自己减肥的诀窍 其实是就是 还是要尽可能的 满足自己 我当时我就是 每天吃三 虽然每天中午吃三顿 但是就觉得自己 特别特别可怜 就是因为觉得 我明天就没得吃了 每天都现成 对自己的同情 但是后来我减肥 我就是我每天 大概早上就会吃 我就想吃什么吃什么 我有一次大概 早上9点钟 起床 早上9点钟 让我妈给我做 麻辣香锅吃 我太想吃麻辣香锅了 然后吃火锅 这个减肥减的 吃红烧肉 就是带来 这叫诀窍 早上12点 中午12点之前 把自己想吃的都吃了 然后这样 而且到了晚上8点钟 特别饿的时候 就会有个盼头 就想我明天早上 我还能吃顿好的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说 减肥的诀窍 就是要 还是要满足自己 不要陷入 我太可怜了 刚才你说这个做法 就是早上吃麻辣香锅 后来减肥成功吗 减肥成功 后来就瘦了30斤了 我天哪 你怎么跟踢球似的 这么一下 他的减肥 这个方法 就叫化饼充饥 就是这意思 我才听懂了 他是幻想着明天早上 总有个盼头 又有个盼头 早上是可以多吃的 对 晚上一定不能多吃 你知道为什么 我要出去玩 也是一天胖一斤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就是你跟你 这个肥胖基因 做斗争 我靠的是什么 比方说不吃晚饭 而且每天一个小时 跑步机 六公里 坡度四 好咋活 爬坡呀 常年的坚持 才能维持到这个程度 你一出去玩 你也没地儿跑步了 而且那么好的晚餐 怎么能放过呢 是吧 这一天一斤 一天一斤 然后就是周而复时 你说这玩意儿 没办法 我也是这样 我平常一天也是 我没不像你 你一天吃一顿吧 我一天吃两顿 但是我这两顿里面 绝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素菜跟水果 马爷 您说您这个研究审美的 咱干脆为什么 就你们这个搞文化的操作操作 怎么就不能以胖为美了呢 怎么不能梦回唐朝了呢 对 梦回唐朝 我现在根本不是因为什么美不美 才减肥 而是肥了以后行动不变 不灵活 不舒服 你坐在那都觉得堆的话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到了美国 尤其到了美国 那个 这个 加州啊 那些 都满街胖子 那胖子 他比那个女的 一条腿有你腰那么粗 而且那个 我有回在美国开车 在美国中部一个小镇 停下来吃顿饭 一进那餐厅 哎呦 就别提多不想减肥了 那餐厅里 他全是那叫忽悠胖子 你明白吗 就他走道不是走道 就是忽悠着 哼哼哼哼 然后 而且三十多个人 那一队人没一个瘦的 全是那种 往这一坐 就忽悠一下 战友 都是那种胖子 所以 就是没三百斤都不叫胖子 这个是 事所公认 这也真没辙 你比如说这个什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已经说了啊 现在肥胖 已经取代烟草 成为这个全球健康 第一大威胁 就是你不是好看难看 你就是这个事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 挺有意思 就是过去咱们老说 这个美国 这美国就是说啊 就说这个 肥胖 是贫困的标志 因为呢 就对 只有劳动人民 天天吃个汉堡包 那那些个富人 他们有他们的海滩 有他们的休闲 有他们的健身房 而且他得维持 他的橄榄色 这什么什么 所以划分阶层的标志 但是 哎 三十 就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你看中国人民追上国际的步伐 追的多么快 就我那天看他们讲 现在咱们国家是有四千六百万胖人 叫肥胖 然后三亿多超重 然后就说索夫瑞调查 发现肥胖 大多数集中在中低收入阶层 这说明啊 过去连中国人说的那个脑满肠肥 这个多胖多福 连那个也改了 就说现在中国跟上国际了 那为什么平常我们一说起土豪啊 比如电视剧要演一个土豪出来 那个标准形象还是一个挺这个大肚子 那说明他们还没脱贫 是吧 没脱贫 不过这个想法 我觉得就恰恰说明你刚才讲那个问题 就为什么文化人不好好努力一下 为这个肥胖 在审论一下 欧割一下 其实这是整个资本主义伦理的一个问题 其实很多社会学家都做这种研究 就减肥这个观念 是在二十世纪初中叶的时候开始流行的 你回想一下 哪怕是很发达的资本主义地区 二十世纪中期的时候 肥胖还不被认为是一种很难看的东西 你比如说你用马力联盟录 你举个例子 丰难啊 你拿他的身材到今天来看 这不能叫标准身材 不能叫美女的标准身材 但是再下来是越来越瘦了 就大家心目中的美女 为什么呢 就有一个讲法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伦理有一个特点 资本主义里面跟传统社会不一样的 或者市场经济 跟传统社会不一样在哪 就是他要求所有人自我管理 所以有时候在美国或者在欧洲 现在好一点了 以前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叫肥胖歧视 就是有过这么一个数据 就是你大公司招人 招进来的人 如果是胖的话 他会下意识地觉得这个人不堪重用 就比如说同样你要我要招一个位置 就比如说来十个人 那首先那六个胖的都被刷下去 那比如说原来这种招聘的歧视 有性别歧视 有种族歧视 现在还有肥胖歧视 为什么呢 他们的背后的理由就是认为肥胖的人 是一个不自律的人 不负责的人 不对自己负责 也不能对公司负责 不能对工作负责 那么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 瘦就变成了一种 很多人认为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美学的体现 这个你同意不同意 现在还有这么一种 你也可以说是偏见 穷人 就往往自制力 就不如那些个经营 你知道有句话叫什么 穷人最先放弃的就是形象 你知道这个里边他 你笑什么 是说起谁来了 就是你看 他实际上我就发现 过去有句话叫贫贱夫妻 百事哀 就是不是说穷人的自控力 自制力就比你这个富人低 而是说他每天忙于谋生 每天他 而且你知道就说这个意志力 有一个补偿法则 你不要以为意志力 是多么高端的情操 他们就讲意志力 跟你任何一个生理能力一样 都是有极限的 你比如说很多人 你像比如送外卖的 他这强撑着这个意志力 风里来雨里去的 跑了这么一天 您说回家再来两小时跑步机 他就想躺着 他这个意志力就崩溃 就想喝瓶啤酒 喝瓶可乐 看电视就算了 没错了 我听见 我们原来公司有一个司机 我特别能体会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也是电视劳工 我有时候挺能体会到他的那种 他说 比如说他开车送我到12点 送我到家了 我说回早点睡 他说我睡不了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每天晚上得这么一瓶啤酒 就是说我不管多晚回家 冰箱里我拿瓶啤酒 看着电视 不管放的是多糟的那个综艺节目 他就消解了 我躺在沙发上 他说这是我一天 唯一的一个享受 我现在太理解这种了